如果说希望 这个逻辑 这个他是先乱数 从1到3取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在这边做什么逻辑 如果是1 那就是把剪刀丢给ind这个变数 反之23 可是感觉好像有点比较 就是没有那么简洁 那我刚讲过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list的话 可以把这个list搬到上面 因为你如果在下面 你没办法存取 先在这边 假设我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里面的话呢 就是有个剪刀石头布 就跟e-sale一样 e-sale里面就是剪刀石头布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你要去抓里面的资料 其实这边这个其实可以不要 那这一段程式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这一段程式 一般就把它删掉了 可是有的时候你删掉 你就没有办法参考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希望留下来 但是又不影响程式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有啦 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它选起来 对不对 选起来之后呢 教各位快速键 Ctrl加斜线 Ctrl斜线 这个还蛮好用的 意思就是把这边全部注解起来 如果你要取消注解的话 再一个Ctrl斜线 取消注解 你这招真的要学起来 因为这写程式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在前面一直打影 打那个就是锦字号 那太麻烦了 砍错斜线 OK了 这样就注解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你要产生的其实不是S 其实是IND了 你IND里面是放什么呢 放剪刀时候布嘛 那怎么取得呢 实际上就是random 乱数取得 可是呢random的话呢 如果从那个清单里面抓是012 你只能012 所以你需要一个什么呢 一个 从0开始到12嘛 所以到3 3以前嘛 所以这个就产生012 但是你这个012是要去抓清单里面资料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list 复制到前面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中刮符 然后后面加一个后中刮符 这样的意思是说 你先帮我找到012 反正随便抓一个 再帮我去清单里面抓对应的位置 丢到int里面 这样写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样的话实际上 就会少写这么多行 总共有6行 这6行其实就可以不用写了 这样感觉写起来应该更精简吧 所以有时候程式啦 反正你会发现有人 这就是写的感觉没有那么干脆 为什么 因为可能有时候思考的逻辑 可能还不到那 那你这样写完之后啦 其实反正也是一样的结果 然后blist的下面也可以用 那底下的话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错呢 这边 不是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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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IMD 习惯打IMD OK IMD是个变数啦 反正你自己取的啦 自己取的一个名称叫IMD 乱取的没关系 你也可以就是input的一个 input的一个那个 就是对 你自己反正也可以取个名称啦 这个名称是变数名称 这样的话应该就OK 执行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OK 我出石头好了 石头看OK Enter 你输了 当然这个游戏 我觉得还不够完善 因为他只能一直比一直比 但是不能记下来 所以你有没有方法可以我只玩十次 十次累积的结果 再去判断谁输谁赢 所以这个可能你就要一个坏喔 然后无穷回圈 可是当一次记一下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这次到第十次有没有 就跳里回圈就break 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个累加值 这个累加值可能一个变数名称叫esc 好了 然后加等于1 就是第一次 十次之后的话 你就把那个结果累积起来 判断到底谁输谁赢 不过这可能要在自己加程式 这个可能自己在 我想延伸性的太多了 因为程式永远没有写完那一天 甚至你也可以怎么样 未来你可以再写一个连线 比如说你可以把资料放在云端 跟另外一个人完 件到时候他出 同时等待你出 然后你们两个最后 看谁输谁赢 也可以啊 只是你的资料 就不能放在你电脑里面 因为你要跟别人是连线的情况下 那其实资料放哪里最好 一般以前的做法是放在什么 一个Database吧 或者像PHP加MySQL 或者像等等 可是现在可能放在云端 可能放在一个Filebase里面 然后有个放进去 跟你比对看看 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连线的问题 这个我想后续延伸性还蛮大的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就是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就是Ctrl加斜线 注解 另外呢把这个清单改一下 那等一下还有一个 跑十次就停下来的摇骰字 这个可能跟刚刚那个逻辑有点像 就是他不是一直跑 他是跑十次就停 一二三四五六 而且每间隔一秒钟停一次 就是我因为如果你不间隔 感觉好像飘飘飘跑完了太快了 所以我希望他停一下 而且他跑十次喔 就停止了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会有一个无穷回圈 不过我这边是用File 空一个Tru 但我刚刚讲过 你也可以File什么 File1 至于哪一种写法 可能因为不同的 Python我刚刚讲了 你用Python2 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FileTru 所以以前旧的程式会FileTru 但是新的好像都File1 至于哪种反正都可以啦 你习惯的方法都OK 那这边我会多一个什么呢 ESC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主要是我只要 跑十次就跳离 这个地方的话呢 所以你会发现喔 当他跑一次之后 我就把它加等于1 底下会有个逻辑判断 就是如果ESC呢 他这个值喔 是大于10的话 那我就跳离了 我就Break 有没有 所以这个假设你要将来喔 剪刀、石头、布 你要加一个 只能够剪刀、石头、布 十次的话 那这边也可以加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想等一下 再来看那个腰骰子 不过这个程式上 相对又更复杂了 因为他要产生六个数字 有点像乱数 那骰子一定是一到六 那我要让他跑 判断大小 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 我等下也会把这个部分 也许截图一下给各位参考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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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